这部电影绝对是周慧敏被伤害最深的一部电影了 在结婚当天 新婚丈夫竟然嫌弃她长得丑 直接逃到山上做起了道士 被抛弃的女人愤怒至极 直接就把男人的家人一顿收拾 女人之所以要跟男子结婚 完全就是想跟她圆房 借助她的洋气来驱除自己身上的魔性 原来女子是魔戒公主 电影开始 老和尚为了超度邪机 不惜弯出自己的心送给她 不成想再拿到心后 邪机二话不说 直接就吞了下去 接着邪机竟然从一个丑陋的老妖婆 瞬间变成一个貌美如花的老女人 此时的邪机以为自己完美合一 异常地骄傲自满 可就在她准备一飞冲天之际 天空突然一道金光打下 接着邪机被打了下来 就在邪机马上灰飞烟灭之际 老和尚突然开口为她求情 希望佛祖饶她一命 自己一定要将她超度 没有办法的佛祖 只好答应老和尚的请求 就这样老和尚重回凡间 转眼间几百年过去了 这些年 邪机虽然没有出门作恶 但是她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天大的计划 因为她要等待魔女现实 到那时 只要自己能够和魔女合二为一 就算是佛祖清灵 也对自己无可奈何 就在这天七星汇聚 魔女马上就要降使 邪机也按时来道 可峨眉派的掌门 此时也带着自己的爱徒来到这里 看到魔女即将临逝 掌门直接把蛋破开 然后拿出师门至宝白玉手镯给她戴上 此手镯 伸受峨眉派掌门的灵力熏陶 所以能够镇住魔女体内的魔性 但是必须要在她18岁的时候 找一个扬年扬月扬时出生的男子结婚 到那时魔女圆房后 体内的魔性自然就会全部消除 转眼间 18年过去了 如今的魔女已经长大成人 在师父的安排下 很快就找到那个扬年扬月扬时出生的男子 这天正是阿慧出嫁的日子 可花轿来到新郎家门口时 却一直不见新郎出门迎接 其实这个男人正是老和尚转世的 可是阿震根本就不想娶妻生子 一心只想着上山当道是学法术 于是在新婚这天 她直接把花球扔给表哥 而自己则是逃之夭夭 阿慧在得知自己的新婚丈夫逃婚后 愤怒不已 直接就来到公婆面前 将他们一大家子 全都教训了一顿 完事后 阿慧便直接消失在众人面前 这边峨眉派掌门 马上就要领盒饭了 在临死之际 把峨眉派掌门的位置传给了阿敏 掌门还特意叮嘱阿敏 如果阿慧在18岁生日那天 还没圆房 那你就亲手杀了她 要不然就会天下大乱 妖魔四起 这边阿震在半路上遇到一个老道士 此时她正在对付一只妖精 可是在看到妖怪的本尊后 吓得两人拔腿就跑 可是那女妖怪 岂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两人 很快就来到破庙 破门而入 刚进门 女妖精就使用魅惑之术 直接就把王道 传给你的神魂颠倒 还好在关键时刻 王道长清醒过来 这才逃过一劫 短暂地恢复后 王道长直接拿出法器 准备灭掉女妖怪 可是她那三脚猫的法术 压根就伤不到人家 还好在无意间 老王借助阿震的精身 才将女妖怪送去领盒饭 这个女人太惨了 在新婚当天 竟然被新郎官抛弃 并且还让自己的表哥帮忙迎娶 可女人岂会任由她百般羞辱 直接将男人的家人教训一顿 然后就直接离去 接着说 在将女妖怪斩杀后 老王就决定 收阿震为徒 而且还给了她一块令牌 让她去神仙学堂等着自己 其实在神仙学堂 一共有两个门派 一个是峨眉派 另一个就是老王的全真派 可老王那三脚猫的法力 怎么可能教得出好徒弟 而老王一直都在暗恋阿米 每天都在偷窥他换衣服 就在这天老王把阿震叫到房间 然后就变出两只虫子 一只给阿震吃了下去 另一只则是自己吃了下去 这样的话 就能够通过阿震的嘴 把自己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了 就这样 阿震前来寻找阿米 一进来 阿震就被峨眉派的风景所吸引 原来他们这里全都是青一色的美女 刚刚见面阿米 就好像看出了什么 于是就在阿震的身上点了几下 阿米发现她的身上有金光 随后阿米就问到她 你为什么会有金身 而阿震却说什么金身 看来她也不知道 于是阿米又说道 难道你是阳年阳月阳日阳时出生的 听到阿米的话 阿震就说 你怎么知道的 阿米听闻接着说 原来你就是阿震 结婚那天 你离家出走 抛弃我小师妹 随后 阿米就让人把阿慧给叫了出来 可是让阿米万万没想到的是 阿慧刚刚出来 老王就开始利用阿震向她表白 两人本就是有些误会 看到阿震所说的话 阿慧更是愤怒不已 直接就甩给阿震一个大嘴巴子 挨了一巴掌的阿震 还问到阿米 她为什么打自己 而阿米却告诉她 你现在还小 就算是我说了你也不懂 随后阿米又对阿震说道 让她转告她 师父明天在后山梁亭见面 隔天两人来到梁亭见面 老王还以为是阿米答应了自己 来到后她 直接就退去身上的衣服 不成想阿米 却是来和她商量 阿震和阿慧的婚事 老王在知道是这件事情后 非常的不爽 老王立马说道 如果想让他们俩结婚 那么你就 必须先嫁给自己 听到他在很多无耻的要求 阿米只好用斗法来决定 如果自己输了就嫁给他 如果赢了 就得让阿慧和阿震澄清 可是老王知道自己的法力 肯定比不过阿米 但是为了能够赢他 老王就让弟子们假扮僵尸 当阿米施法的时候 棺材里的僵尸 肯定不会听他的 而老王只是用苹果砸了一下他 里面的僵尸 就在棺材中飞了出来 可就在弟子离开的时候 阿米发现了猫腻 于是就让众师妹 拿出所有法宝 去对付这只假僵尸 可是弟子岂会放过这次机会 直接就抓住小师妹 吃他的豆腐 阿米看到后就说道 这个僵尸已经变异 赶紧给我杀了他 阿慧听到后立马上前 仅仅一招 就将弟子的大馒头给戳破了 也就在这时 一阵烟雾突然袭来 阿明立马就感觉到 腰气很重 阿明立马就怀疑是邪姬来了 话还没说出口 邪姬就想要把阿慧给抓走 还好阿慧手上的猪串 将其震飞 这个男人放着漂亮的妻子不要 非要上山学法术 不成想跟了个半调子师傅 最终法术没学成 媳妇也拱手让人 接着说 阿敏看到邪姬被震飞 立马就施法攻击邪姬 不成想邪姬法力高强 仅用一招就破解了他的剑术 眼看不妙 阿敏就让他们暂时躲进密室 而他自己则是留下来断后 阿慧看到师姐一人 对付邪姬后 赶忙就上前帮忙 不成想 这一下直接就把他手上的佛珠震碎 阿敏见状 直接将佛珠全部打在邪姬的身上 顿时就让他痛不欲生 阿敏见状 也赶忙去到密室 邪姬看到他们全部进入密室 于是他也想强行进去 不成想刚刚触碰到大门 就被上面的符咒反弹出去 密室中 阿敏说出 阿慧是魔女的事情 阿慧听到后 说什么都不相信 这时阿敏又说道 如果今晚你能够和阿振圆防 你体内的魔器 将会不复存在 就算邪姬再次抓到你也无济于事 而外面的邪姬 一直攻击着大门 邪姬还用法术将阿慧打伤 看到情况严重后 众人就让阿振赶紧和阿慧圆防 可此时此刻 阿振那有什么心情 很快 邪姬就冲进密室 阿敏见状 赶忙和老王使出最强法术 来阻挡邪姬 可是两人的法力有限 邪姬压根就没放在眼中 没多久就把他们众人打得东倒西歪 随后阿敏又使出剑阵 把邪姬锁在当中 而下面还生出一朵莲花 直接就把邪姬给吸了进去 就这样 邪姬暂时被困住了 可阿慧此时已经魔化 趁他们不注意 就将邪姬给放了出来 阿敏眼见事情不妙 立马就寄出捆线锁 将阿慧给锁了起来 然后快速结印 直接就把阿慧额头上的印记去除 随后 阿敏又带着他们来到密室最深处 而这个地方 正是前往魔界的入口 如果他们不能够将邪姬消灭 那么他们就必须杀掉阿慧 也就在这时邪姬已经冲了进来 而阿慧再次恢复魔性 来到后 邪姬二话不说 直接就张开血盆大口 和阿慧两人合二为一 随后 他们就朝着魔界飘去 众人见状 赶忙抓住阿慧 可是由于吸力太强 众人没能拽住阿慧 可就在阿慧马上被吸进去的时候 阿明再次寄出捆线锁 拉住阿慧 不成想吸力太大 直接就将捆线锁给拉断了 而阿震见状 也不再顾忌什么 直接就和阿慧飞进魔界 也就在这时 地上的一粒佛珠突然闪起金光 原来佛珠正是老和尚的设立 阿明立马捡起佛珠 直接打进魔界 而佛珠正好被打在阿震的额头上面 而阿慧的魔性也顿时消除 随后 阿震化身大师 就将阿慧给送了出来 邪姬看到老和尚后 愤怒不已 老和尚却说 我已经放过你千年之久 今天就是你魂飞魄散的日子 随后 老和尚就和阿明使出法力 对付邪姬 经过一番较量后 邪姬最终是邪不胜正 被三位真火化为灰烬 可就在所有人全都以为 邪姬魂飞魄散之时 他突然再次出现 并且把所有人全都吸进体内 老和尚为了能够消灭邪姬 就决定牺牲自己 只见他一顿操作后 一条金龙 直接就飞进邪姬的身体 最终 邪姬和大师同归于尽 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其他人则是平安无事 恢复过来 阿正拉着阿辉的手 就准备前去洞房 电影也到此全部结束